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故意回来了 不知道我不在飘雪城的日子里 你们长进了多少 不祥的预感 久远的魔鬼训练又要来了 我会压制实力至武侯境 能在我手下走过三招的 便有资格 得到他们 谁愿一战 我 火线 火线 让我来 我先来 你也越发变态了 这还压制了境界 顾业 顾业记中了我的心包 顾业 顾业 夏儿 别哭 今晚顾业给你开小灶 今日 全军获得龙旗资格的 仅两人 斯文华 斯前辈 顾业 还有一位 冷红军 这小子 怎么混到黑灵军里了呢 今日之后 你二人为龙旗军团长 负责龙旗式的选拔训练 收下吧 这是你们的龙 想要属于你们的龙吗 想要的话 往死里修炼吧 哦 哟 数月不见 长进了不少啊 还不是打不过你 回来了怎么不进来 嫂子 夫君 有个小美人来找你 媳妇 是谁啊 见到你就知道了 她好像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地心飘摇 祸心在内 五地城有变 请主上速往五地城 轩辕灵溪 哼 人家变化如此之大 主人居然依旧能够一眼认出 倒也不必如此激动 起来回话吧 多谢夫人 你说五地城发生了什么 你也太好哄了吧 说来话长 当初我夜观星象 发现主上有一大劫 但是学艺不惊 看不透劫术所在 别担心 于是我不告而别 一路北上 寻到极北之地 万山之巅 看到了最澄澈的星空 在那里 终于才看清大劫在东 患游内起 破解的关键 在五地城 星辰告诉我 五地城内 有天下质保 这样啊 辛苦了 你长途跋涉 先去休息吧 你不完全相信他 当初他不告而别 这时候他突然出现 让我前往五地城 要知道 海皇宗都快被灭了 五地城却如此安宁 那你不去五地城了 去 当然要去 不过 要辛苦媳妇 带着黑灵君 留意五地城的消息 时刻准备接应我 黑灵君短期内 应该会有不少敬意 轩辕灵溪嘛 还是待在身边 以防万一 另外 在组之前 得帮香儿说道一下 让她早日突破圣经 香儿 嗯 姑爷来给香儿 开小灶了吗 香儿的原因 您什么时候去呀 太多仰望 沉寂 百年周围 金石榜人 冷眼 万里 秋风寒 光照一场 浮了魂月 无悔 半生之年 逍遥 突然求 越万千 无碑 冰盘 舞蹈 绝点 送情感 生死恩怨 故事中佛 这你继续 天无大路 任我 主宰 夜景中 都有一个 神白 正法变幻 净妙一彩 无名之为 一款 英雄 几乎 天无大路 任我 主宰 少年人 调也 不改 天地灵气 随我 血脉 任我 长 天地 伤害 主宰 主宰 这就是你说的 欲要成为主军 先要护起心智 牢起金骨 现在够了吗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 从今天起 主宰我就帮你开启修为 选一把 尝尝世上最强的剑 I 好 喝 这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啊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不下不了的人 至于我可能会重大五家王层 白莫淘汰 下一个 希望 使用一次多不机会 第五车料了 身为魔术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那叫秦宗 真的 一定要他九层六气了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秦架血潮 秦宇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 秦宇 你 你的秦宇 不可能 当年你已经经脉尽森 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真正正能乱乱吧 秦宇 秦宇